因為上海是2500 2600萬的人口的城市 大概比台灣人還多 因為他有沒有掛戶籍的 所以可能3500萬的人口 所以在3500萬的人口 如果以中國這種防疫方式 就是大家全部都逐步出戶 換句話說 這3500萬的人的11 然後沒有豬跟熙 就10跟1 全部都要靠配售 你沒有一家物流公司 做得到這件事情 實務上就做不到 你就算東西夠你也做不到 所以現在上海變成說 物價真的太貴太貴 菜太貴太貴 這個明星是這樣 他拿了一斤的菜 兩顆的紅番茄 兩條的黃瓜 20顆蛋加一袋米 大概以前幾百塊人民幣差不多 結果他光是這些東西 人民幣就1500塊 大概6000 7000台幣 你能不能想像 你花6000 7000台幣 就買個黃瓜 然後菜 蛋跟米嗎 然後還有外送費就500人民幣 換句話他整個加起來 就2000人民幣 而且他9000多塊台幣 快1萬塊台幣 你1萬塊買這些東西 那是他們家有錢 李克強是說他有6000萬的人 月收入不到2000塊3000塊人民幣 6億人 6億人月收入不到2000塊3000塊人民幣 請問這些人要怎麼買 所以他們現在晚上我們看到鬼姑狼豪的畫面 就是真的沒有食物可以吃 第二個防控的剛剛講上海養老院 上海養老院也很誇張 因為他從上個月開始就陸陸續續有老人家 然後有醫護人員等等 其實我們從世界各國的例子 包含台灣自己的例子都知道 養老院是非常非常麻煩的一個地方 因為以中國來說 比如說他確診後就整個把他搭關起來 對不對 就地隔離 好你就地隔離的時候裡面全是老人家 那老人家面對這個病毒本來就比較困難 再加上他們打的又是科興的疫苗 效果又比較差的狀況之下 香港那個例子現在就複製在這個養老院 所以這個養老院是500位往生的 現在傳出來 那不管真或假 反正現在他們包含這個上海很多人 或是說包含上海的外館的大使 都說要不要了解一下mRNA疫苗 就說之前對於刑警病來說 這是大國面子的問題 就說我是總理 不是 我是總書記 那我要當皇帝 我要當皇帝 我要證明我中國的什麼都比西方好 包含防疫的體制 包含防疫的疫苗 我都要比西方好 所以mRNA疫苗 其實早就要進入到中國 可是一直都不進嘛 對不對 可是發現這場戰爭 這場防疫的時候不堪一擊嘛 為什麼上海要搞成這樣 原因很難 因為如果真的 以我們現在對於這個疫苗的了解 你打了兩劑甚至打三劑 你如果打mRNA 打AZ 或是打台灣的疫苗 你幾乎都輕症 你沒有必要搞成這樣 唯一一種可能就是說 你對於自己的疫苗不自信嘛 所以你才得用武漢原始株的防疫方式 來對抗Omicron病毒的方式嘛 這東西是很明顯的 所以李強這件事情是這樣 李強是上海市委書記 他跑去視察 他跑去視察之後 今天被怒嗆 被兩個上海大媽怒嗆 怒嗆說 我們這邊只有兩個紅蘿蔔 兩個麻鈴薯 兩個洋蔥 怎麼吃得飽 另外一個大媽直接嗆說 你們是有罪於國家 潰於先烈 潰於天地 可是我要談這件事情是 李強這故事是有玄機的 李強去視察的時候 原則上老共的方式都這樣 每一個都安排好 你去哪個小區 哪些演員 全部都安排好 對不對 可是李強很怪 他是視察到一半時候 忽然轉身去 另外一個沒有被安排好的路線 所以沒有靈演了 對 但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李強知不知道他會被罵 他當然知道 因為這沒有靈演嘛 所以你是說他故意的 他故意的 那第二件事 他被罵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警衛隊去趕人 第三件事 你罵完之後 為什麼網路上這影片會流出來 沒有被刪掉 照中國狀況是完全都可以嘛 所以李強在幹嘛 在跟習近平喊話嘛 說你的全面親臨在上海 會造成這樣的狀況嘛 所以沒有辦法演嘛 因為李強其實你回頭去爬出李強的所有的官場的經歷 他在浙江起家 所以他一路都在沿海的有錢城市 他知道在那種先進城市 尤其是老外很多地方 你不可能真的去搞所謂的全封城 所以李強個人是不封城的 還記得嗎 李強之前說上海不是中國的上海 是全世界上海 上海 他意思說上海不是你習近平的上海 是大家的上海 可是後來一到命令下來 鴛鴦鍋封城 鴦鍋封城完之後 隔兩三天全區封城 所以是有兩股意志在對抗嘛 我認為李強雖然是習近平的人 可是這一場他被罵的狀況 是李強用一種習近平看得懂的方式 來跟習近平抗議 所以今天傳出來上海開始圍解封 這東西我認為是中國內部 清零派跟病毒共存派兩邊的對抗 這你也可以解釋為習近平的防疫失敗 因為上海市市委書記李強 官員要出巡按照中國的傳統 沿路路線周圍的演員都要說好 然後所以才會說這個小區 每一個人都發了200塊人民幣 大概和新台幣900多塊 然後拿了這些錢是告訴你們說 這個演出一定要順遂 然後就是要表現出我們的物資都很豐富 我們的行動其實很自由 所以當李強走到哪邊去視察的時候 這個時候樓下要有人按一個電鈴 叮咚快遞來了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要趕快下去 下樓就哎呀我很自由 所以我要去拿我的快遞 就一切都生活如常物資豐富 那沒有想到這個李強那 看完這個小區之後 哇這個小區真的是自由自在啊 然後這個菜也有啊肉也有之後 他就他就說 那我們看旁邊的小區好了 就到了旁邊這個小區 糟糕這個這個小區沒有沒有先set好 所以他們沒有領200塊 那所以真實的狀況就會被演出來嘛 好這時候戰鬥大媽出來了 戰鬥阿嬤就開始了 官員來了我們要趕快告訴他這個真相 說我就拿了兩個紅蘿蔔兩個洋蔥兩個馬鈴薯 請問我要 我不知道下一次的配送什麼時候會來 而且沒有肉啊 難道就這三樣蔬菜 拉在一塊子裡 羅宋湯 羅宋湯炸肉 你羅宋湯也要有牛肉吧 還有芹菜 還有芹菜 那你沒有牛肉你就煮蔬菜湯 這是一道減肥湯嗎 減肥料理 在那邊偷罵說你們愧對國家 國家交到你們這些人手上啊 等等他有多傷心啊等等的 那所以這一出就很奇怪 就是說為什麼李強作為一個上海市委書記 你會突然間不按牌理出牌 走到旁邊去讓人家罵 罵到像這個狗血淋頭 可能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最了解上海的狀況嘛 上海一個這麼大的城市 他的經濟他的政治 他的這個外交 那麼多的領事館 那麼多的外國人 如果完全的封城的話 其實那個影響是大的 所以如果你堅持要這個 遵守習近平的動態清零 恐怕上海是附和不了 他沒有辦法辦到 而孫春蘭前不就 不是到了上海 啊 我們要堅持這個動態清零啊 然後習近平就說 啊 中國的防疫 簡直可以在世界上面得金牌獎 都已經講成這個樣子的 可是上海辦不到 那怎麼辦 對 所以就必須要這個 有一些訊息透露出來 讓共存派跟動態清零派 能夠有一個互相出現這樣子 互相鬥來鬥去這樣子的可能性 好 那所以也有人找出來這個 那個中國的官方媒體啦 中國哪一家不是官方媒體呢 哪一家都是 日報就是 先說啊 我們這個要共存 結果一個小時之後 全部撤稿 然後接下來換新華社 新華社 啊 這個我們一定要這個動態清零 反正就官媒的態度 兩派在互動 那所以這個剛剛正號的分析 就是說 底牆恐怕也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告訴習近平說 沒有辦法 動態清零這件事情 在對付Omicron這個病毒的時候 其實是辦不到 而這件事情會影響到的 不只是上海而已 是影響到全中國 甚至影響到全世界的經濟年 當時會不會看到 這種事 很恐怖 還會不會正面 那些人 還有一件事情 那些人 在這裡 成績 有什麼 在這個地方 就是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